之前屡次依靠铁矿石摆脱危机的澳洲 这次的运气还会再来吗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热门话题 我是Mike 从事金融行业超过15年 是墨尔本最受欢迎的金融分析师之一 那么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聊一下澳洲 但是在聊澳洲之前 我们先要看一下 中国目前对于疫情控制的一个巨大的政策变化 那么众所周知 由于上海目前的疫情 是在过去的10天里面持续扩散 使得最终在上周末的时候 中国是派出了以副总理为代表的控制团队 并且从全国各地是调集了 不同的医疗工作人员前往上海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要再次坚定地实施清零政策 那我们知道 目前中国是全世界唯一的 还在实施清零政策的国家 这个清零政策 相对来说 它在短期之内会带来巨大的财政支出 以及经济成本 但是从中长期来看 对于普通人的生命保障 是有着巨大的帮助的 那今天我们来聊财经 为什么来聊这个话题呢 就是说到 由于现在决定实施在上海继续是清零的政策 因此在短期之内 对于上海以及整一个华东地区的GDP影响 应该说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既然在今年已经全年年初的时候定下了 这个GDP的全年增长目标 那么如果现在 无论之后的疫情的战斗需要一周 两周甚至于三四周时间 在清零之前 毫无疑问上海的经济会受到很大影响 但是由于要完成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因此我预计在完全控制住之后 会加大力度来推动GDP的恢复 在这一点上 澳大利亚又成为了另一个幸运儿 我们知道把时间追溯到2008年当时的金融危机的时候 中国依靠着4万亿的救市计划 摆脱了或者说是基本摆脱了美国的负面影响 澳洲则是4万亿计划最大的受益方 之后不论是欧债危机也好 还是中美贸易战 每一次当澳大利亚的经济陷入了 看上去要停滞甚至于倒退的时候 每一次都能够依靠铁矿石和大宗商品的上涨 来摆脱经济上的困难 所以在今年这个时候 大家又提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美国方面的这个要加息 在澳大利亚来说 它的运气会不会这一次再用完呢 很多人都说到 中国的经济可能会因为清零的政策 而受到巨大影响 但是我个人认为 正是因为现在依然要执行清零政策 所以短期内GDP会下降 但中长期你要把这第一季度 或者是4月份下降的GDP给补上去 那就意味着在未来的6到9个月时间里面 增长的目标必须高于之前定下的平均数 才能够达到全年的既定目标 所以有很大的可能 在这一次上海最终战争疫情之后 或者说清零之后 中国不论是在铁矿时的购买 基础设施的建设 还是在各方面的投入 会比原来使用的力度更大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对于主要的矿产进口商 或者是矿产的提供商 也就是像必合必拖 像FMG 像利拓 以及像铜矿和铃矿 电动车等等 各种能源和矿产的 这些上市公司 无疑都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虽然我们知道 今年不论是美国也好 澳洲也罢 都有可能 美国是肯定要加息 而且已经加了 澳洲现在的说法是 6月或者是8月会加息 但是不论澳洲是否加息 它今年的经济 都能依靠着 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 而基本保持强劲走势 那么你要说 会不会在 接下来6到9个月非常好呢 这很大程度上 就需要取决于两点 第一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结束之后 目前美国以及其他国家 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什么时候可以取消 为什么说这句话 我们知道俄罗斯是 目前主要出口的是 石油 天然气 铜 镍 以及世界上排名前三的 农业化肥出口商 乌克兰则是小麦的出口商 因此如果这两个国家 还在打仗 俄罗斯的天然气和石油 继续将得到制裁 它的化肥也出不来 而乌克兰的小麦 也因为战事 而没有办法维持去年的产量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澳大利亚作为能源的替代国 以及大宗商品的供应商 将会持续的 我们虽然这么说 可能在说法上不太合适 但是毫无疑问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 使得澳大利亚 在大宗商品上涨的 这一轮热潮中 受到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但是作为我们普通人 我们还是希望战争 能够早日结束 也希望中国的疫情 能够尽快得到控制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 这次上海依然选择的是 心灵政策 这就意味着 在短期内会承受 巨大的经济上的痛苦 但是从长期来看 为了达到目标 今年的下半年 必须加码上项目 一旦加码上项目 且台词就是 需要更多的原材料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